哈囉大家好 我是妍妍 歡迎收看美妍境界 今天我們的來賓是短晶 哈囉大家好 我是短晶 看一下她的腳多過分 還好我核心運氣夠強 那妳就這樣子喔 然後我講十分鐘 然後還是穿 我今天還特別穿高跟鞋 結果短晶給我穿高跟鞋 超過分的耶 今天的話呢 跟短晶來到內湖這邊的一家叫做布納咖啡 它的話整個裝潢非常非常的王備 然後裡面的話呢 大多是以大理石為設計 然後聽說餐點都非常非常的美味 對 就是在網路上就短晶也有看過 就4.6顆星的評價 4.6顆星大家就是對於這家的任何餐點啊 服務看都是極好的評價 極好的評價 對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跟著短晶 進去看看吧 GO 欸這什麼 這什麼 這我身家 不是我的身家 我的腳還踏住 好高 坐在這裡 在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好 第一題想問Lina為什麼這麼美 蛤?! 這題是真的嗎? 是真的真的 真的有瑜伽問 Oh my God 我也不知道耶 而且就是你知道 那個前陣子遇到豆芽的時候 然後她還大肆的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那個她媽媽少猜靈 就是短鏡一定有整形 就說我跟你講你看不懂 但是那個媽媽經驗很老道 她一定有整形 我想說媽媽 我真的...我真的沒有 而且沒以前整啊 我嘴是因為眼都沒有收 還是...來我們來看一下眼頭 有開...沒有了 第一次... 一遍...嘴巴 嘴巴能整什麼我也不知道 啊 瘋唇啊 啊瘋唇 鞋面那邊或者是這個豬豬 滴滴唇裡面 然後下巴 天然的 捏一下 欸是肉 啊哈哈哈 是肉本 是肉本 我以為會捏到骨頭 欸沒有是肉 是肉 所以...天生的 啊啊啊啊 感謝董哥們 真的那麼漂亮對不對 對 你是在跟誰拜票 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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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第二題想問一下 什麼時候可以看到我們兩個一起跳舞 我們兩個嗎 對他們有說我們兩個 因為我們兩個好像真的很爽 已經很久沒有一起跳舞對不對 你後來都是我們一起的話 你好像都是主持吧 接展的話 對 所以就很少很少有機會可以一起跳舞 對 我只記得展的話是重機展 好久喔 對 17年吧 17年的時候 3年前 好可怕喔 對啊 而且 欸 重機那一次是一起跳 嗯 然後後面有 欸 其實那一次是我最後想跟你們一起跳 對 被你們抓上去就一定跳 沒錯 然後隔一年的時候又是我主持 然後他們跳 對 所以就是已經很久沒有一起跳了 不過 等一下有機會可以看到我們兩個一起跳 現在很夯的洗手舞 這邊的那個 I am I am的那個 哈哈哈哈 什麼叫I am 沒有我們手已經擺好了 想說 我們還沒開始 I am的長好 I am的長好 請你去追蹤 請你去追蹤一下 對 很謝謝支持 很小心 我覺得 因為你是不是選你長 哈哈哈 感謝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感謝感謝 好 這邊的話還有一個是 認識短筋的人應該會知道說短筋是一個粉紅控 喔對 對 那如果說這個世界沒有粉紅色跟黃色 會怎麼辦 沒有粉紅色跟黃色 嗯 啊 好難喔 但我不得不說我穿紅色也超好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啊 好啊 尊重白糖 是不是你們說 我覺得我今天穿紅色很紅色耶 沒關係 你們盡量無視我已讀不回 沒關係 不得不說短筋不管穿什麼顏色都很好看 你看喔 也是沒有啦 我稱不起來咖啡色 為什麼 我沒有咖啡色衣服 我沒有咖啡色衣服 我有穿過 就很像 流浪漢 哈哈哈哈 你有尊重流浪漢嗎 對不起對不起 我休息一下 就是 就是 感覺沒有開發過的人 哈哈哈 原始人 我真的穿咖啡色很奇怪 不行不行 我不能穿咖啡色 還是我去翻翻看你的照片 如果說真的有的話 我把它放在旁邊這邊 好好好 所以 除了咖啡色 你應該都還OK 嗯 類似 那 再來下一題是 如果你的職業不是舞者的話 你會做什麼 我覺得那是家庭主廚耶 對 因為 短筋他有一個 相夫教師 夢想 就是可以找到一個好的對象 直接嫁給他 然後就 當一個賢妻良落 對 然後再加上 因為最近受疫情的影響 我就一直想說 還是我要閃婚啊 哈哈哈哈 沒有對象嗎 就是沒有對象 直接就只好自己是想 還是我要閃婚 還是要閃婚呢 該怎麼辦呢 對啊 好煩喔 那就 下一題 就跟這個有一點關係 如果說你今天有對象 但男朋友不是你的理想型 那你會覺得就是 有什麼一定是你 覺得OK的點才跟他在一起 就是他整個不是理想型 他一定要是 就是很誠實 然後不太會修飾自己 怎麼講 不太會修飾自己 不是 因為我遇到很多男生 都是會講很好聽的話 就是會一直在 不要甜言蜜語 對 不要有準他聲 對對對 就是他一定是要講話 就是比較木納 比較老實型的 對 這個是基本 基本配備 不要修飾自己 嗯 欸我對面攝影師 剛剛是 扣腳還要扣 哈哈哈哈 都在修飾自己 對啊 但是他還特地把他的帽子 把他給放歪了一點 對啊 不修飾 你不要擔心 你不要擔心 絕對不會是你 絕對不會是你 你知道短巾還有一個 一定要的條件 就是身高 對 因為短巾他本人175 173 173 那我今天的高跟鞋 有大概 18公分 要不然等一下我在你們旁邊 應該就是這樣 還在等級 對 所以就是 他的另外一半的話 可能不一定要180以上 但一定要比他高 對 一定要比我高 嗯 哈哈哈哈 我們剛剛遺讀你 對 我們趕快進入下一題 好 接下來下一題的話呢 如果說之後 就是疫情比較合緩的 然後可以開放簽名的話 你不可以簽板金的版本嗎 喔 板金喔 因為其實很多人問我 可是因為 我就是還沒有想好那個 哈哈哈哈 板金要怎麼簽 就覺得就是 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嗯 就我就很不想要 隨便就是 要先想好 要先計畫好 對對對 因為處女座就是任何事情 都會先計畫好的 去就是進行執行 而且他要執行這件事情之前 他會想得非常多 對 就是想說這樣真的好嗎 可是我覺得可能哪裡 少了一個什麼東西 這應該還要再多個什麼東西 算了算 再重來再重來 然後像我出國 我也會把我每天的穿搭都寫下來 哈哈哈哈 我還會做一個POWER POINT 哈哈 真的假的 我會做POWER POINT 所以你會先把衣服什麼東西 放在床上 然後就想說 這一件搭這一個 我會先知道我們 就是每一天的行程要去哪裡 然後先去查那個景點 然後看那個景點 適合的就是穿什麼衣服 然後我再搭配每天要穿的 就衣服選好之後 然後再搭配件啊 帽子 耳環這些 就是那個 哇 哈哈 我是真心的佩服欸 因為 我知道啊我就是受不了欸 我就很想要 強迫症 我就很想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可以去他們旅行少女的頻道看 就是短巾在歐洲的那個傳達 每一天都在歐洲當時上週在走的感覺 對 我跟你講我在那個法國的時候真的是 popular 對 他真的是到那種 路上的時候有路人會來跟他合照的那種 對 請那個收看那個去我的IG找證據 可以一下 一下 一下IG 所以其實短巾真的不得了 短巾他每天出門就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對 這就是唯一會讓我每天心情很好的一個 管道 對 管道 就是如果說沒有 就是覺得今天沒有配上一個好看的耳環的話 你應該就會覺得心情很差 對 然後可是像我今天這樣打扮漂漂亮的出來給你約會 就覺得Oh my God 心情超好 而且又是一個非常美的Happy婷 超美 超開心 然後又在那邊洗手舞 對 洗手舞 我還是不要一直做這個動作好了 我還是不要一直做這個動作好了 因為反正會變 怪怪怪 變成那個GIF檔 然後再來的話呢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錄影的時間是 昨天的時候是 中職開打 中職的31年 開打了 那昨天短巾的話也有參加 想要問一下 今年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你們有什麼因應的政策嗎 因為像我們就是先從能源減班來說 因為我們本來平日是八個人 假日十二個 然後現在變成就是部分平日假日都是六個人 然後我們六個人變成要應援九局 一到九局 所以中場也沒有 對我們沒有跳中場 但是就是會跳開場 然後應援一到九局 但在九局之中呢 我們會輪流休息 就譬如說我們六個人 然後每一次上看台就只有四個人 所以有兩個人是會在底下休息 對 然後其他 因為我昨天進球場 就是真的沒有人 然後工作人員也很少 就是每個進去的人都要貼一個那個標章 就是你有先測過 平溫 對 所以就是 就是在 保護措施都算是做得蠻好的 然後我們身邊的工作人員也都是 但是都有戴口罩 所以 這一點倒是不需要擔心 嗯 然後 所以下一次要看到妳的話 會是什麼時候 會是四月十七到十九 其實也沒有很久 我可能這支影片還沒有上 妳就已經出現了 對我可能就已經上班了喔 就那天影片出來的時候 然後還說 時間已過 對 時間已過 對不起大家 那 因為其實短經加入啦啦隊已經幾年了 今年是第五年 今年第五年 第一次在一個完全沒有人的球場 應援是什麼感覺 其實我本來還沒有上去應援的時候呢 我自己想說沒關係沒關係 我是一個自拍型的人物 Come on piece of cake 根本難不倒我 然後一站上去 Oh my god 其實那是什麼事情 不是 因為只有我們四個人 然後變成那個攝影大哥 要一直拍我們四個人 所以他就會在妳面前停很久 然後我笑到 對我已經笑到整個就是牙縫都乾掉 對然後就是很尷尬 因為他就是平衡 然後我想說到底要不要換他別人 可是因為其實大哥他也很辛苦 因為就只有我們四個 對他又不能拍空景什麼的 就是因為像樂天他們有準備一些那個 假人 假人 所以他可能還可以不時拍拍假人 就是take不一樣的地方 對 因為我們就是只有四個女孩 所以就是這個部分比較辛苦一點 比較辛苦一點 而且你知道我們除了那個假人之外 然後我們還開放了說讓球迷去 四個人一組可以做成他們臉的看板 然後就放在那邊 然後就是妳就會看到一個人 直叮叮叮叮叮這樣看過 idan看到照片我覺得蠻可愛的 就是 然後就會原來就 妳的粉絲妳隨便講一個人的名字 喔都剛問那個問題的那個混輪好了 好這些 然後妳就看到我 那我可能先就是看一下別的地方 其實也非常非常感謝阮妊 再次來我的頻道咯 就是來玩耍 那也希望今年疫情可以趕快過去 讓我們球賽可以穩穩的開打 然後可以開放球迷競場 那板金這個部分可不可以簽名的話呢 就近代短金的公佈囉 他那點到底叫什麼名字 這是什麼時候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裡囉 那你要不要講一下你們那一個 我另外一個頻道是跟希希一起的叫 旅行少女 然後請大家也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然後也要按讚分享演員的頻道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是這樣啦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